新北市長侯友宜年初四道廟宇參香 跟隨兩側的立委洪孟凱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都被點名2026接棒參選新北市長 是否有主義人選 大戰兩人都是有心為新北建設 而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佩君則有話直說 點名洪孟凱是全國第一高票 得票碾壓對手 如果有企圖心事當時機就要表態 跟鍾佩君議員認識快十年時間 過去都是一起主持 還是第一次在新聞上要點名 我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趕快開議 好好的監督中央並且反映民意 強調眾星仍在即將開議的新國會 面對2026地方選戰號早響起 被點名的當事人態度低調 新唐人楊德定義是台灣新北市報導